You are free 嘘 Bye Hey yo,大家好,我是阿圆 这一家是我送给Cherry的新相机 所以我现在就想要试用一下这架相机 因为这架相机呢,它其实是可以反过来 然后可以靠自己的 所以我可能会不由自主的眼睛一直在看上面 就是这边,因为它的 monitor 在上面 拍到整个人很白哦 可是我不知道声音有没有比我之前用的那一架好啦 YES,我剪了一个非常短的发型 OK,其实这个影片是没有主题的 只是我单纯在这个时候想要拍影片 现在是2020年也是新的一年 然后我想要 就是有想过啦,在我的频道上 就是我的video上 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呈现在我的频道上 呈现给你们看 其实前阵子也是很多人一直在 就是那种反对拍拍的那种声音 就我听到很多也看到很多留言 因为我想法是这样啦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拍拍拍的 就是有浏览量 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再继续拍嘛 因为我们是需要维持生活 维持生活就需要钱 钱是来自哪里? 来自views 所以我们就 YES,这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一个东西 老实讲啦,我一直pr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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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讲真的是有点闲了啦 所以我打算在今年2020年 啊!啊!啊! 出人! What the hell? 为什么会有蟑螂? 你怕我不敢睡觉了 蟑螂 OK,现在我的影片有主题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他的出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你慢一点 好怕喔 哈哈 哈哈 啊,那个 哪里?看不到 各位,这是一只会肥的三强 哈哈哈哈 哪里?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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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终于终于终于 OKOKè,他在那边了 OK 终于死的蟑螂 OMG OK,好啦 We're in the中间 走啦,我们关门 他就进过来 OK就这样 Bye bye 影片到此结束 yes,我们抓完小强了 小强终于被我赶出去了 所以现在我可以继续我刚才 来讲到一半的话题 对 我刚才讲到2020年我的频道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想要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然后也想要带给你们比较新鲜的东西 新鲜的风格 对 所以你们会感觉到我现在的影片其实真的很随性 就是随便开相机然后就随便拍 其实我最近有在看着一个人的YouTube Channel 他叫钟明轩 然后我就觉得钟明轩这个人 他的影片 看得很疗愈 我不懂怎样形容 就是看得很疗愈 然后就是他给你那种感觉就是 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所以他最近成为了 我 学习的一个榜样 学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 yes 谢谢你钟明轩 对 我最近一直在看他影片 所以今天我想要讲的东西 大致上也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在今天内会尝试不一样的风格 做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一直在做一样的东西 也会很显的 虽然讲我上一时候上海有两个prank有video还没有出 所以我应该会出掉它先 然后如果prank以外的影片 没有浏览量的话 维持不到生活的话 我就真的是没有了选择 有头发 所以想要做和尚 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就会不会看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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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